而孙之爱难舍,如何防止爱遇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爱不重不生缩婆,爱遇妨碍修行,而孙之爱更是难舍,请法师慈悲开示, 如何防止爱遇? 大安法师答,是啊,我们来到娑婆世界都是这个爱遇之心太重了, 抬头到这个地方来的,爱遇确实是妨碍菩提道的修行。 无名啊,无名厚重。 那么这个世界的儿孙眷属也是多生多结的姻缘来到这个世间的,难舍难割。 所以这是一般人的情态。 相互的缠绕。 为什么我们在六道里面出不去,就是这种情爱很重,挥之不去,欲罢不休,藕断丝连。 所以对这一点,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爱遇的危害性。 也许其他的哲学和宗教对这一点不一定很看重,然而佛教所追求的目标是非常超越的,是要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。 那么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源之一就是爱遇,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对质。 如何防止呢? 佛说过不静观,你爱遇很重无非是感觉到对方的美吗? 爱遇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,一种生理上的冲动,更多的是我值得一种强调和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。 这种大的欲望是欲界众生的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欲望。 所以真的对这种爱遇的舍弃,要用大手段了。 要有对这种生死苦难刻骨铭心的感觉,要从内心产生深刻的艳力。 那这一点需要智慧。 所以我们先从不静观开始。 不静观,死观,对一些爱遇的本质看透它,看到它的无常,看到它的空性。 所以你能够看到它的本质,这种爱遇之性也是真如之性。 那么事项上不静观,久想观,还有我们好好念佛,这句佛号当中有一束清静光。 十二光如来理念的清静光专门对峙我们的爱遇之心。 那么这样我们见闻觉知一切异性,也得要起一种观想。 要观想对方像火坑,像毒蛇,像什么你就负面观想,正面慈悲点观想。 你就观想如母,如子,长者如母,平辈如己,下辈如女儿,这样也能够稀释爱欲的心。 如果用这些方法对峙,尤其是念佛,念得比较清静,它就会产生深刻的艳离之心。 当然你是作为一个居士,也不是要求说你非要断爱欲。 如果还是处于中青年的状态,只是要求结育就可以了,如果年纪太大了,为了自己延年易受应该慢慢断育,这要有一个过程。 谢谢观看